好 主播各位觀眾可以看到一輛黑色轎車 右側車頭整個凹陷被撞得稀巴爛 保險桿還卡在分隔島上 現場一片凌亂車殼零件全散落一地 就連一旁公車站鐵護欄也變形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不小 駕駛在一旁不知所措 因為車子是跟朋友接的 車主從睡夢中接獲通知驚醒 立刻趕到場 確認沒有人受傷後 才讓他鬆了一口氣 而這起自撞車禍發生在今天凌晨三點多 高雄市行星區 駕駛行進中華三路和中正四路路口 因為疲勞駕駛沒有注意路況 撞上分隔島 滑行二十公尺才停下 警方到場實施酒測 酒測只為零 但詳細事故原因還有待調查釐清 以上是為您講我的最新消息 把時間鏡頭交換給棚內主播